来吃复合风味的清蒸料理 有业者请来图努西亚主厨 推出了秘剧美食 用润饼皮包裹蛋 起司跟鲍鱼煎蛋饼 口感像是北非风味的炸春卷 炒芙花拉撒海鲜米粉 满满满料满到堆成小山 藤椒油拌成清蒸淡淡面 还有淋上马来西亚罗褶酱 放入凤梨巴勒香蕉 十足夏天的罗褶酱沙拉 是不是跟您想象中的 清蒸饮食不太一样 今天非常开心 带年代小确幸的朋友 来到这个穆斯林有限餐厅 享受一下这个清蒸美食 让我们来欢迎老板 大家好 我是David David大哥 为什么你会想要 开这样的一个清蒸餐厅 我觉得在台湾 目前穆斯林的人口 越来越多 那当然政府现在 新南乡政策的关系 那我们会希望说 在台湾 跟台湾的消费者 多推广一些清蒸的美食 David叶国县在餐饮界多年 不只说的一口好菜 也下厨做菜 他搭上十下最夯的新南巷 选在游客最多的大道城老屋里 打造不一样的清蒸料理 而清蒸两字代表的其实就是 清洁无染 蒸奶独一 料理特点就是 所有的食材都必须经过 清蒸认证才能烹煮 这也是最早的一套食材溯源机制 这个食材来讲的话 他们必须要经过专门的 专业的一个屠宰室 经过人道的方式来去做屠宰 那也要确认这样的一个动物 它是在生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比如说是对于这个食安上面 有疑虑 你选择清蒸美食 其实是最安全 最品质 最好的一种选择 其实在以前 大家听到清蒸餐厅 可能想象的都是 牛肉面这样的料理 不过我们现在来到这家餐厅 非常的特别 因为其实它有很多菜系 都是比较南洋才会看到的菜色 那David大哥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 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 像这样的一个烹调的方式 来开设餐厅 因为现在台湾 因为推广新南向政策 希望有更多的木星游客 到台湾来玩 那当然在台湾的移工也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台湾 很需要有一个 更友善的一个环境 让这些移工 或者说让我们台湾的消费者 多去认识他们所熟悉的 这样的一个清蒸饮食 这样的一个风格跟特色 所以我们就陆陆续续 把南洋的一些特色的 一个美食介绍给大家 今天点的是海南鸡饭 它这个鸡味非常的重 点的是红咖喱海鲜饭 然后它那个酱的味道 真的蛮特别的 很香 另外店里还吃得到这个南洋口味 拉萨酱料烧汤 豪迈的放入鱼虾 还有蔬菜与米粉 就是拉萨海鲜米粉 那拉萨本身来讲的话 其实有点像是 这个所谓的南洋版的沙茶 应该换个角度讲 我们现在明南很熟悉的沙茶 其实是从这个南洋的拉萨 来去做了一个改进变化的 那这个吃起来 其实在夏天来讲 它是非常的开胃的 让人惊奇的是 连台式淡淡面也能打造清真味 当中秘密关键就是这一位 如果说肉燥的话 那就完蛋了 因为这个穆斯林 它本身是不能吃猪肉的 那我们这边所选用的这个 它跟它搭配的这个香料 我们特色食材 这个是花生酱 店里图尼西亚行男主厨 沐沙慰爱来台 让这里还能吃到主厨秘制的 图尼西亚蛋饼 切至切工 蝴蝶生菜 淋上带着撒酱椰花糖的 裸褶酱 打造裸褶通心粉沙拉 也是木砂的拿手好菜 变化烹调方式 颠覆民众对清真料理的想象 涛客不只能在舌尖 感受清真生活 叶国县还将食材搬进餐厅 打造小超市 让涛客吃完就能挑选采购 回家自己动手做做看 复合重温清真的滋味 记者沈方米城宏达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